最后星期天,印度总理辛格在纪念印度独立63周年的仪式上警告巴基斯坦说,如果巴基斯坦容许基因分子把本国作为基地来从事针对印度的恐怖主义活动,最近恢复的印巴对话就不能继续下去。 在首都新德里,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包举行的仪式上,辛格还敦促硬控克什米尔的反叛分子放下武器开始谈判,辛格说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一直在为脱离印度或与巴基斯坦合并而战斗。